明年就是朱年 今天我們請到玲玲師傅 來跟大家說說 新的一年大家有甚麼要注意 玲玲師傅,你好 Helbert,你好 新一年,我贈大家一個保字 為了避免受病性影響 我們記得要補充抗物質、蛋白質 和益菌生纖維素 尤其是大病初遇的朋友 還有腦有機 記得要保元氣 咦,那是一個字,保嗎 是的,新一年最適合保元氣 補品來說,我推薦佩力康 因為研究證實,每天都喝 可以全校補充營養 改善大病初遇朋友的健康狀況 咦,那真的要買給親戚 每天都喝了 師傅,我想問一下 不同的生肖有甚麼要留意 新的一年,蛇豬、虎猴 都是犯太歲 所以要特別留心健康運 以上的生肖容易有少的病痛 以及容易受傷 立春之後,捐血洗牙 就可以提升健康運 鼠、狗、龍馬 人際關係特別好 多應酬飯局 我們要小心腸胃健康 同時提防體重步 以及一些都市病 師傅,我熟牛的 這樣又可以嗎 不用急 接下來那年熟兔、熟雞 熟羊、熟牛的朋友 其實事業運是相當好 不過工作壓力很大 容易精神緊張 記得放鬆一下情緒 做多些減壓的運動 不過無論你是甚麼生肖 一於補元氣 補你平安又健康 佩力康,德國研發及製造 新一年,補大家元氣 補大家健康